抗生素滥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头一个呢 我们国家呢 是不把抗生素当作处方的药品 是非处方的药品 2004年7月份以后呢 我们曾经有过一阵呢 说各个药店不能够烂卖这种抗生素 但是现实当中没推行下去 你像你到药店里边 小病咱们靠药店去买药 随便买抗生素 很多人有这印象 好像吃了这药之后一消炎 吸了咔嚓这病就好了 你发现私人诊所里 几乎百分之百使用抗生素 大医院稍微好点 小一点医院 社区医院抗生素用的特别多 为什么呢 他觉得这东西见效快 所以在这个层面 抗生素滥用的现象相当普遍 你等到了各个正规医院 抗生素滥用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呢 这里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抗生素啊 它本身见效比较快 快速刷脉细菌 这可能病人很快活不滥跳就起来了 就像咱们感冒似的 你如果假如说硬挺的 好得慢 吃点药可能快一点 要是打针更快一点 点地可能更快 那么让病人尽快的生龙活虎的站起来 所以这是医院 愿意用抗生素的一个直接原因 这都是抗生素滥用的典型 你就拿咱们感冒来说 很多朋友的都没有分清 是病毒性感冒 还是细菌性感冒 就直接先买抗生素吃 我们说的感冒是相互一道感染 一般都是病毒引起来的 抗菌药只能对细菌有效 对病毒没有效 再有一点呢 我们想这个抗生素本身呢 它这生产抗生素的药厂是非常多的 那么中国总共六千多家药厂 一年抗生素的品种有一千多种 到了各个医院呢 抗生素的药在整个药剂里头得占六成往上 那么各个医药代表公关 重点就放在抗生素上面 你们只有这类药物用得多 它利润才大吗 尤其像输液手术这些环节 强制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 它这利润更大 所以很多医院紧不住这个诱惑 这是我们现在 人类自身服用各种抗生素 被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我们看现在医院呢 不论社区医院大医院小医院 抗生素普遍存在